小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羊场的老板还有老板娘的招待 我们小心哦! OK,有缘再见! 拜拜! 大家好啊,我是小康 那今天早上在羊场吃过 羊场主人买的早餐后,然后就出发啦 然后羊场主人也准备了一些零食干粮 给我在路上吃,真的很感谢 那羊场的主人说,他介绍了我一个就是Shot Card 所以我等下会用那个Shot Card过去山路 他说那边的风景会比较漂亮 那等一下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吧 然后今天呢也没有打算走很远 就会走到德罗巴汉的海边 也大概是10公里左右 然后问题就是之前上次有曾经在德罗巴汉那边路过雨 然后就有那个警察在,他就被警察赶 那边是不可以露营的 所以今晚我也还不知道要可以在哪里露营 就到时候到了那边再找一个比较隐密的地方吧 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OK!希望今晚一切顺利 然后明天就会下跌到2公里了 刚刚走了一小段山路 然后发现是蛮吃力的 刚才早上在羊场呢 就称了背包的重量 大概一共是18公斤 那 其实18公斤也没很重啊 只是可能我还不习惯 所以就觉得蛮累的 那现在呢,我是在一个叫Karunaki Resort 前面的一个小水池的地方休息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过后 所以再继续往上爬 现在是在那个羊场主人推荐的那个捷径 这条捷径呢 它一路上都是斜坡 然后是直接通往保圣园的 那走这条捷径呢 羊场主人说可以省下差不多30分钟的路程 但是 一路都是上山 所以 还蛮串的哈 那 到保圣园过后 就会去那里的附近的瀑布 休息一下 这条捷径 果然真的是算很多 我走了大概15分钟 就从山底走到保圣园了 保圣园再出去呢 就是大路旁了 真的很方便啊 而且这边的景色也蛮不错 都是榴莲园 终于快抵达瀑布了 那这个瀑布呢 上一次来已经是 我看是几年前的事了 也很久没来了 那这个瀑布是从 呃 那个佛罗山贝前往那个 托罗巴汉的山路 好像那个瀑布 叫 迪迪克拉网 呃 三次来的时候 还有很多水 那现在不知道是长什么样了 啊 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是前往瀑布的一些路段 啊 以前没那么好走的 现在 呃 应该是装修过了 呃 有一个很完善的步道 所以 跟着那个步道呢 就会抵达瀑布了 啊 那些青色的是 那个水管 啊 啊 那走一小段路 就差不多 抵达瀑布了 啊 我会在 瀑布这里休息 一 一段时间 然后再出发 过后呢 沿路呢 就是 呃 跟着那个 德罗巴汉的山路走 会抵达水坝 然后水坝下去 就会抵达海边了 那 会在那个德罗巴汉的海边那边 找一些 可以露营的地方 今天 呃 这行程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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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午一点 然后抵达了德罗巴汉上路半山的交通圈 在那里休息一下 虽然是下午一点 但是刚刚上山的路段都是蛮阴凉的 天气都是阴天 从这个交通圈这里要抵达德罗巴汉 大概还有八九公里 但是沿路都是下山 所以不会走得那么吃力 现在是下午2点9个字 就现在已经是抵达了这个德罗巴汉水坝 所以决定要在这个水坝的亭子先休息一下 因为时间还早 然后距离德罗巴汉的距离也大概是两三公里 所以不需要那么赶 可以慢慢休息慢慢走 那刚刚在走山路的时候有一辆车停下来说可以载我下山 可是我拒绝了 因为就还剩下一小段路 所以就没有想要麻烦人家 刚刚在德罗巴汉水坝的Bondo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在那个水坝下面有一个达马云巴 好像是可以露营的 所以就来试一下运气 那去到他的office的时候 他说要露营是需要apply的 那需要去到工大 然后工大那边出信给你 然后你才能来这边露营 可是他就问我是几个人 然后要住几晚我就跟他说住今晚罢了 从巴雷布拉走路过来的 然后他就应该是放宽了 然后就让我进去 他就给我签个名 然后做一下record 然后就让我去那边露营了 所以呢今晚就会在这个达马云巴过夜 哎呀不用去沙滩老地方了也不用怕被警察赶 再见 大家要去补营吧 今天晚餐是RV 鸡排还有旁边 那些,今天走得比较累,比较辛苦,所以要吃得好溜一点,开餐啰! 事情总是会有那么不顺心的时候,刚刚一位官员打电话过来说呢,在那边露营是一定要信的,没有信的话是不能理解的。 那没办法啦,所以我们只好收拾帐篷,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走去Dorobahang的海边,到地方睡吧。 希望晚上不会被警察干。 终于在Dorobahang搭好云啦。 然后这片地呢,是猫沙滩的主人了。 刚好来的时候,就遇到这个Pachiknana。 Pachiknana,这个是猫沙滩的主人,Pachiknana。 还有很多猫的,这边是它的猫。 这边有超过100只。 然后呢,Pachiknana也很热心的,就让我在它的地方露营。 所以今晚的住宿,直接啦。 这些被关起来的猫,是新来的。 它们要被关大概两个礼拜这样子,等它适应这些,这个地方的环境先。 要不然的话,没有关起来的话,它们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就是Dorobahang的海边了。 ok。 然后,这个就是Pachiknana的地方。 我露营的地方就在这边罢了。 没有在沙滩露营呢,是因为Pachik说,这边脏草会涨到很高。 所以啊,在沙滩露营就比较危险一点。 今天就用这美丽的黄昏,来做个结尾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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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